提要,日常生活中肚子无缘无故的胀气,肚子胀气的有什么引起的? 肚子里的气无非是两个来源,一个是我们吃进去的,一个是大肠制造的。 肠道中的气体大约90%是经过我们的嘴巴吃进去的, 当你吃东西太快,边吃饭边说话,嚼口香糖,咽口水以及鼻子不通气如鼻炎, 鼻子过敏的人不自觉地用口呼吸的时候,空气都会悄悄溜进去。 空气的主要成分是氮和氧,氧气在经过小肠的时候会被重新吸收, 氮气就跑到大肠里成为胀气最主要的成分。 肚子胀气怎么办呢? 肠道自己制造气体的第一个原因是吃进去产气食物。 用一汤匙醇的苹果醋加一杯水,在正餐时搓饮,有助消化。 也可以早晨起床时先喝一杯柠檬水,它也有治疗及倾斜的作用。 四角米汤米汤及大麦粥对胀气,排气及胃灼热等毛病有效。 用五份的水加一份的米,骨子或大麦,煮沸10分钟。 盖上锅盖再慢炖50分钟。 过滤,冷却后,一天喝数次。 无应避免的食物胀气的主要原因是消化系统无法吸收某类碳水化合物, 豆类容易引起胀气、甘蓝菜、绿花椰菜、洋葱、白花椰菜、全麦面粉、白萝卜、香蕉等也容易产生胀气。 6吨量摄取高纤维食品。 虽然高纤维食品有利于健康,但有些高纤维的蔬菜和水果可能会增加排气。 如果你想在饮食中增加纤维用量以维持健康, 应从少量开始,使肠子逐渐适应,这样可以减少胀气。 7伏木炭片活性炭能有效地排除过多的气体, 在你感到不适时,立即服用5粒。 但你若正服用其他药物,则需注意, 木炭粒除了吸收气体,也会吸收药物成分。 同时,切物每天使用,因为木炭的吸收力强, 能吸收有用的营养素。 8药物的选择胃部胀气可用胰脏酵素, 肠子胀气可用微量矿物质, 致酸剂对排气及胀气均无效。 当气体产生过多,可用新鲜柠檬榨成汁加1.14升的温水, 当作灌肠剂,以平衡体内的PH值。 如果体内排气仍持续数日,可用双叉乳感菌灌肠剂, 它可在数小时内解除问题。 就少吃乳品。 如果你有乳糖不耐症,则当你吃乳品时, 可能产生胀气问题。 有乳糖不耐症的人, 其肠内的乳糖酶不足, 无法充分消化乳品中的乳糖。 有些人只能接受限量及某类乳制品。 如果你的医师怀疑你最爱的乳品是问题的来源, 应减少用量, 看看胀气的情形如何。 时细嚼慢咽吃饭时应细嚼慢咽, 不要张开嘴巴咀嚼或边吃边说话, 边吃饭边喝汤, 它们均容易造成消化问题带来胀气。 食衣怎样熏豆子 如果你喜欢吃豆子, 又不希望胀气, 这里教你一个解决办法。 豆类在水中似乎会流失大部分产生气体的物质。 研究显示, 浸泡豆子12小时, 或用湿纸巾覆盖24小时, 可以大幅度地降低产生气体的化合物含量。 用压力锅煮后, 再浸泡30分钟, 更可以减少90%的此类化合物。 其他疗法12使用胰脏唇康 如果你曾经做过腹腔手术, 例如, 切除一段肠子, 使用胰脏酵素将有助于消化食物。 低血糖症患者也需要胰脏酵素。 用餐柄, 若感到保障, 肚内有咕噜声, 胀气或排气等, 也可服用胰脏酵素。 13做运动 运动有利于肠胃的蠕动, 有助于排除胀气, 你可以快步行走和坐操。 蔬菜、五穀、水果、豆类、奶类、饮料等的一些品种都可能产气。 问题是, 这些食物通常还很有营养, 所以这些食物不是不能吃, 而是要有方法的吃。 而现在又处于夏季, 难免食欲不振, 这也是不好的。 那么夏季食欲不振怎么办? 小编教你多吃三红醋消化。 胃肠道的疾病也会造成胀气。 如胃酸过多时, 过多的胃酸在肠道与胰腺分泌的消化液中和后会产生二氧化碳造成胀气。 压力大的时候, 紧张, 心跳加快, 血压上升, 肌肉紧动, 会使胃肠蠕动减慢, 也会产生负胀。 如果胀气, 在排便或排气后下腹部不痛不胀了, 很可能是胃溃疡或者肠炎等。 如果胀气, 排除的气体有臭味, 大便颜色浅, 恶臭, 可能是脂肪类食物吃得太多, 消化吸收不良导致的。 如果胀气经常放屁而且无胃, 说明气体大多是由嘴巴吃进去的。 要注意吃饭不说话, 吃饭时候慢一点, 别嚼口香糖等。 1. 如果想排气, 不应硬憋着, 最好找个没人的地方释放一下, 或者控制着一点一点的排放, 在声音最小化的同时帮助肠胃舒缓一下压力。 2. 感觉肚子胀气的时候可以练习腹式呼吸, 吸气的时候鼓起肚子, 呼气的时候肚子缩进去。 这个动作可以使全身的气流顺畅, 刺激胃肠蠕动, 促进体内废物排出。 3. 如果肚子胀很难消除, 可以按摩内关穴, 这个穴位在手腕上内侧的横纹上三横止处。 用大拇指用力按压20到30次, 不舒服的感觉会逐渐消失。 4. 薄荷茶 柑橘茶有缓解肚子胀的作用。 将薄荷油抹在肚脐周围是最快的方式, 涂抹后以顺时针方向轻轻按摩能促进肠胃蠕动。 如果是因为服用了某些药物引起的胃肠胀气, 不适,比如某些蟹药、减肥药等, 最好询问医生是否需要停药或更换药物。 清肠,夜间身体排放的废物都汇集到了肠道, 所以每天最好在清晨排空, 轻松开始每一天。 晨练,慢跑,快走都能活动筋骨, 促进血液循环,换起胃肠道功能。 早餐,吃点食物再喝牛奶, 以免牛奶最先进到肠道,消化不良而产气。 上午收小腹,拉脊柱, 避免因弯腰驼背, 小腹突出引起的胀气。 中午洗把脸,动动间,减轻疲劳再吃饭。 午饭,吃慢一点,不要太饱。 回避以往经验里的产气食物, 甜点心,碳酸饮料都要避免, 尤其是用吸管喝饮料。 餐后散步,不要趴着午睡, 以免压迫胃肠道产生脏气。 晚上,晚餐最好在睡前四小时以上, 少吃一些。 因为人们睡眠时胃肠如动漫, 如果还有没有消化的食物, 就容易造成肠胃负担,产生负胀。 睡前的肠胃保养,身体平躺, 手脚自然伸直,吸气,右腿屈膝, 双手环抱小腿, 尽量将大腿贴近腹部, 感觉右腿把肚子里的气体都挤了出来。 呼气时放下右腿, 换坐腿, 重复三至五次。 产气食物表蔬菜, 洋葱, 韭菜, 卷心菜, 葱, 茄子, 大头菜, 马铃薯, 萝卜, 扁豆, 酸菜, 白薯水果, 苹果, 西瓜, 香瓜, 咖蜜瓜粮食, 玉米, 糯米, 糙米, 杂粮豆类, 豆干, 豆腐, 红豆, 绿豆, 黄豆, 花生, 豌豆, 豆浆乳品, 牛奶, 洋奶, 奶酪, 奶片饮料, 汽水, 可乐其他, 咖啡, 浓茶, 巧克力, 香料, 油炸食物, 甜点心, 胡椒粉肚子胀气了怎么办? 胀气可能是胃, 肠道出毛病的一个症状, 张开嘴巴咀嚼, 边吃边说话, 狼吞虎咽, 同时吃进许多空气, 边吃饭边喝汤, 将胃中的消化煤冲下消化道, 等, 都容易造成消化问题带来胀气。 消化不良, 胃病也会伴随胀气, 食物过敏也可能是造成原因, 它使食物在结肠发酵, 产生氢气及二氧化碳, 糖类食品含有细菌, 是产生胀气的主要来源, 你需找出自己无法消化的食物, 进而避开这些食物。 生活压力, 情绪紧张, 缺乏消化煤等, 均可能引起胀气。 13个解决胀气的办法 家庭治疗措施依服用 室酸菌消化不良形胀气 可用室酸菌来改善, 因为缺乏这些良性菌 是最常见的消化不良因素。 打开实力胶囊服用, 或使用一汤匙的粉末配方。 对乳精过敏者, 可改用不含牛乳的制剂。 室酸菌也是颇安全的灌肠剂, 开始你可能感到轻微的不适, 不过大约一小时后即可呼吸。 二不值搭配的食物 食物搭配不良会带来消化问题, 例如蛋白质与淀粉就不是好搭档, 蔬菜与水果也是不佳的组合, 牛奶不宜与三餐同时用, 糖不要与蛋白质或淀粉合用。